好 要先爆香嗎 還是 對 我們先加油 然後先爆香蒜片 還有紅喜菇 作為宮玉聖騎士 必先利其器 除了備好食材 還有趁手廚具 現代小當家 似乎還少不了手中的這個東西 主要食材有花椰菜 紅錫菇 蒜頭跟胡蘿蔔片 我看家裡還有一些那個 填膠 好 可以 我們想說把胡蘿蔔片 換成填膠 利用行動裝置搜尋食譜 跟著說明 按圖鎖記 一步一步有條不問的 完成菜餚 就是花椰菜汆燙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炒紅錫菇 然後再把花椰菜丟下去 這是全台最大的料理網站 食譜數量超過23萬道 2011年成立 婚員數達到320萬人 單月點擊率就有6300萬次 年營收突破1.5億元 還在每年成長 通常我們應該有幾個投票的點 通常有哪些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最重要一定要有新創 一定要是新創產 因為其實我們平台東西少 但是我們就是選 提供給我們消費者才是最喜歡 所以我們是一個比較像選品的平台 揣摩著使用者的心情 聽著員工說明 他是網站的創辦人之一蕭尚農 68年次的他 畢業於台北大學產業競技系 2011年於當時還在政大 就讀資訊科學系79年次的李志偉 共同創辦六領網站 我覺得跟剛剛講 剛剛時機點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那我們推出了一個平台 使用者透過一個很好的APP 或很好的網站的設計 進到我們的平台上面 那進而創造出內容 內容就是各式各樣的食譜 或者是影片 這個跨世代組合 以樂領作為創業主題 提供免費平台 讓食客們交流分享食譜 當時一上線不到一年的時間 粉絲達到35萬 每月瀏覽人數就突破千萬 廣告收入單月就做到損益兩批 網路上其實主要的商業模式 我認為就是那幾種 第一種就是廣告 第二種就是跟食用者收費 第三種就是賣食用者東西 你會感覺它不就是一般的電鍋嗎 放在這邊 它可以煮飯 然後煮湯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一次出四道菜 靠著龐大的食譜資料庫 創造流量 藉此建立品牌認同感 後期找來廠商合作 跨足電商 將虛擬的網路人氣 變現成為銷售時機 實際上我們要找到好的貨品 供應給我們的 提供給我們消費者 去買 採買 或者是說 我們要找到不間斷的廣告組 一直買耽誤我們的服務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在商業上面 滿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的強項是會做網站 會做網路服務 但是實際上在變現上面 實際上可能這對我們來講 都還是新的挑戰 網站上琳琅滿目的食譜 就是他們的數據庫 從中抓出消費者的喜好 推出關鍵產品 創造高音業額 讓他們在一波波網路浪潮之中 依然能夠站穩走步 當然載體有不斷的改變 可能有影片 可能有網紅 隨著我們的資料庫 越來越完整 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的流量就 也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十年來能夠維持高黏著度 讓容易消失的網路熱度 可以持續發售 其實背後全靠著小心機 那時候的關鍵就會覺得說 變成是使用者要看收藏的時候 他就一定得要點兩次 對 他其實點到收藏的時候 第一頁是不會有東西的 負責網路技術的李志偉 為了將在這零點幾秒間的 使用者體驗 感受最佳化 可是做足功課 企圖在彈指之間創造效益 我們知道手機其實螢幕會變暗 對 對 所以後來我們工程師才發現說 其實一個很關鍵的是 他的手機螢幕怎麼樣維持 不要變暗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在於整個操作體驗上面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克服技術障礙 優化使用者體驗 靠著貼心成功攻略骨麻 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看圖看步驟 那怎麼樣可以有比較好的效能 讓圖片都可以順利的載出來 那甚至說可能使用者有時候 他又要切換來切換去 可能又要去看一下LINE 又要在幹嘛的 聽個音樂什麼的 那如何在一個比較有限的 系統資源上面 傳達出一個好的師傅體驗 其實真的是滿去挑戰的 在虛擬世界找到切入點 將流量變成紅利 以功能燃燒主腹魂 抓住傷機 成功從五米之催中 創造山針海味